进到部落前用传统仪式祈福 或是骑着自行车欣赏当地人文风情 享受山林间自然景观 泛满平时忙碌的步调 走进部落深度旅游 台湾大学学生透过U-Star原样计划 深入部落填调反弹 希望创新优化部落深度旅游 让游客不再是走马看花 而是体验部落文化生活 深层里面可能会讲到原住民的文化 以及传承 包括是原住民的创新 都会融入在我们的活动里面 射箭 放陷阱等等的那些 都可以去让小朋友 包括是一些都市的孩子 或说大人可以去体验的 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大展里面 回到部落里面 然后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 就是身体的本能 然后还有就是找回身体的武感 知道说还有就是 能够怎么样跟自然生存 然后享受在跟自然一起互动的过程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和原民会 共同合作的U-Star原样计划 今年共选出五组 唐中大学以部落为主体的旅游理念 最终获得第二名肯定 跟95万元的创业奖金 原民的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把让他们把这些文化的 所有的面向加成在他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也去采放的 整个游层设计当中 让这个采放的在带的游层里面 充满着全都是原民的文化的体验 很自然的呈现在 我们的消费者的族群当中 这四位台东大学学生 以深度部落旅游为主要产品 传承部落美食 建议推广原住民族文化跟产业 并自创公司 未来期望串联台东更多部落 让更多大众认识原民文化 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吗 想要享受台东的山海吗 找野萃 找回你的野 我们是菜饭野萃 民事新闻物质 财东市采访报导